詞曲 李宗盛 關於這個羅伯斯特 他有三首詩 我覺得都不錯 前面我常常講的就是 為選擇的路 The Role Not Taken 沒有選擇的路 這首詩 我覺得蠻好的 你們就記下來 The Role The Role The Role Not Taken 現在很多名人很喜歡用這首詩 譬如李開戶 他是大中華去Google的總裁 辭掉以後現在自己出來創業 他很喜歡用這首詩 叫做The Role Not Taken 羅伯斯特這個詩的很奇怪 他都是用一些大自然界的東西 然後在隱喻 在隱喻人生的境界 還有兩條路 一條人機喊字 一條怎麼樣 很多人走 他寧願選擇孤獨的一條路 為什麼 因為選擇這條路 他也許會碰到不可抗拒的敵人 也許會碰到不可解決的困難 但是他有一種就是 可以挑起人類潛力的一種什麼 一種創造力出來 他願意走這條路 將來可以達到什麼 別人沒有辦法完成的成就 張忠謀也是這樣講 他說他50歲的時候 從德州一去樹莊返台 什麼都沒有 他把人生什麼東西都壓上去了 結果現在成為台積電什麼 教父 晶圓代工的教父 他說年輕人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叫做Risk Taking 承擔風險的能力 你們現在才做保險 有什麼風險好承擔的 你現在年輕 青春一大把 現在就26歲 做個半年一年兩年三年 對不對 叫什麼 剛剛講叫什麼 中道什麼 額費 即使做到一半 你說做不下去 你也得到了銷售 現在哪一個CEO不需要有銷售的經驗 你還得到這麼多稅法 這麼多理財 各位 所以年輕的你現在沒有什麼好損失的 這是The Road Not Taken 另外一首詩叫Ice and Fire 這是最近有一部電影叫做什麼 Twilight 是吧 木瓜之城 我兒子說他叫木瓜 我說欸 兒子啊 你木瓜之城看了沒有 他就回我一個木瓜之城 他說把那個電影很難看耶 我說不會啊 我說男的很帥啊 他說對啊 那女人去看 我去看誰 你的女主角不怎麼漂亮 對不對 那是演一個虛血鬼嘛 你們看了沒有 看了沒有啊 看了 你不看電影 你又不看書 什麼都沒有 你是一個很無趣的人 你知道嗎 你只懂保險 然後說你很專業 你去自己學校 都說不出來 為什麼叫專業 各位我們不是專業 我們是專家 我們是去專家你知道嗎 專家 要能夠切嘛 所以各位 木瓜之城你要去看 對不對 他是一種 他是一種唯美的那種電影 他把一個吸血鬼 那麼冰冷的東西 他跟一個人類在談戀愛 然後想吻他又沒辦法吻 因為一吻就可能把那個女的怎樣 吃掉 對男人來講是一種克制 各位 一個男人當他的情愫 產生一種克制的時候 他就有一點偉大 各位知道嗎 對不對 一般是沒辦法克制 當他能夠做到有一點整 他就已經算是一種 一種一種一種風範 對不對 他把這種 這種要跟不要之間的 這種 這種克制把它寫出來 所以很多女人很喜歡看 那我不是只有看這個 我看他是因為他流行 所以流行的東西我們都要參與 我還去把原著買回來 一本這麼厚 四本都買 我得到一句話 我今天也很無事 我也分享給你 我記得上次我已經分享過了 這愛德華要離開貝拉的時候 他覺得不應該愛他 愛德華有一天早上就走了 他就留下一首小詩 這首小詩真的媲美窮窯啊 他說 他說 我要離開了 那裡面這個小詩怎麼寫呢 我很快就會再回來 照顧好我的心 我把它留下來陪伴你 貝拉一看 心都碎了 Repeat一遍 我很快就會再回來 快樂讓你來不及想我 照顧好我的心 我把它留下來陪伴你 那你們要怎麼弄呢 你就寫給客戶啊 你就寫給客戶這封信啊 我很快就會再回來 快樂讓你來不及怎樣 想我 照顧好我的建議書 我把它留下來什麼 陪伴你 就好了嗎 出自木瓜之城第幾頁 愛德華寫給貝拉 就這樣 不是很好嗎 你要會搞笑各位知道嗎 你要搞笑啊 你要覺得人家覺得 你這個人怎麼搞笑啊 各位選財各位講說 得天下因財而交之 是吧 孟子跟你講得 人家兩千多年前就知道他選財了 對不對 他有沒有說得天下笨財而交之 沒有嘛 得天下什麼 因財而交之 對不對 那你今天就說你要有創造力嘛 你要把這個東西 你要把這個東西 對不對 寫給客戶 所以其實銷售人才 第一個條件 各位選財才是王道寫下來 選財是組織發展的王道 各位堅持發展的選財是王道 選財1233 條件1233 這在我的新書裡面 大概明天 我新書已經寫完了 第十本書 好 第十本書 就是今天這個書名 你們怎麼不鼓掌一下 對不對 第十本書 結果我九本就不想寫了 可是又簽到九九九九九 因為觀眾要求寫第十本 我五月十七號我生的那一天 發願寫第十本書 我非夜還是要寫說 將此書獻給我 我自愛的媽媽 前面上一本會是這樣寫 我媽現在情況當然是越來越嚴重 我還是獻給她 自愛的媽媽 雖然她的記憶力日漸消瘋當中 她的眼神像海洋一樣 我不知道我在她的 她的記憶海洋的哪一個角落 我不知道 各位獅子的人的眼神 就像海洋一樣深邃 你在這海洋裡面的一個角落 也許還有我的名字 但是我們做人職者就是盡力 這就是人生 那我就五月十七號 我就去發願寫 九月一號我就寫完了 那這就是這個 裡面就有提到 選財一二三三 第一個條件就是什麼 樂觀 你要會搞笑 那你要找個樂觀 樂觀有個像嬰兒般的微笑 各位 像嬰兒般的傻瓜的微笑 各位這江湖上最厲害的殺手 他們都有共同的特質 是什麼 就是嬰兒般傻笑 當你看到她嬰兒般的傻笑出現的時候 就是她的刀子刺進你胸膛的時候 讓你死在非常燦爛的笑容裡面 你們沒看武俠片嗎 對不對 一見封喉 對不對 那一就是要樂觀 二就是膽識 各位有膽有識叫真英雄 有膽無識叫什麼 滿夫 有識無膽叫什麼 懦夫 三就是你要有親和力 你要有什麼 企圖心 你要有人脈 有親和力 有企圖心 對不對 這是一個象限 在上面這裡 對不對 這兩個有親和力 沒有企圖心 這兩個叫可以增援 大概50% 那兩個都沒有何必增援 兩個都有強力增援 三個都有親全力增援 親全力增援 為他好也為我們什麼 我們好 對不對 得天下陰財而交之 孟子曰 人生有三樂 對不對 王天下不可語焉 第三樂 得天下陰財 第一的是什麼 剛剛講過了 父母據存兄弟無敵 第二個 養不愧一天 福不做一人 對不對 孟子盡心上篇上面講的 那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我跟榮蟲學的 就是說 Sale只有三個條件 嘴要怎樣 要低 對不對 後骨子要什麼 要軟 腳要什麼 要滾軟 對不對 後骨子軟 軟就是這個路是怎樣 要丟掉 要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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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所以你現在出去 跟人家一起去拜訪客戶 一個負責講解 另外負責咚咚咚咚咚咚咚 就這樣 然後那個客戶一看到他 他一直點還跟著點 點回來 他就成交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以前 我帶一個agent出去做DS 我說你負責這樣就好了 他就一直點 後來成交以後 我回去見那個客戶 他說 你們那個螺絲拔掉那個 怎麼今天沒來啊 那個螺絲拔掉 對不對 怎麼今天沒來 所以堅持銷售 堅持發展什麼 直想 我剛剛講的你要有行動力 你要有創造力 你還要有什麼 影響力 對不對 所以你為什麼做不來 因為你方向的問題 那我們來談 我很喜歡一句話叫做 吃的什麼 苦中苦 方為什麼 人上人 大家念一遍來 吃的什麼 苦中苦 方為什麼 人上人 所以吃的苦中苦這是什麼呀 這是必要條件 這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吃苦 可是我們不是有一句話 叫做吃苦當什麼 當吃補 那我現在問你們 做保險到底苦不苦啊 苦嗎 做保險現在我們研究到底苦不苦 對不對 如果大家苦的話 各位可不可以 以苦為樂 各位可不可以 以苦為樂 好 不錯 各位可不可以樂此不疲 可以 好 以苦為樂 好 苦中作樂 好不好 各位來我們先寫 苦中作樂 以苦為樂 苦中作樂 然後樂此不疲 我給大家這三個境界 好不好 如果你覺得做保險很苦 那你就以苦什麼 為樂 樂此不疲 對不對 苦中怎麼樣 作樂 好 吃的苦中苦 方為人上為 各位我這一句話最大的問題出在哪裡 出在方為 所以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很簡單的成語去想一些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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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